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 由于人民环保意识的抬头 大陆去年重大环保事件增长了120% 而环保抗争平均是以每年29%的高速成长 我们先来看旺报 今天对大陆城市大规模环保抗争事件所做的整理 从一开始2007年5月 厦门市海舱PX厂数千人抗议 最后工厂是迁到了漳州 一直到了昨天的这一起 这是浙江宁波市镇海区 因为市民反对扩建石化厂 连日举行的抗议的游行 紧凝速度发生的肢体冲突 至少有10人受伤 那么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之下 林波市昨天晚上决定妥协 宣布暂缓震海链化一体化项目的工作 并且保证了绝部新建PX就是对二甲本厂 好我们看到社长 其实说人民的环保意识的组件也抬头了 大陆去年重大环保事件 你看到增长的这么多 能不能陆续再增长 未来中国的国营企业也好 或是民营企业也好 是不是势必都要面临到 环保这个部分的问题 我想这一点是必然的 那么中国大陆在经过30年的 这个经济成长 事实上在举世所这个钦佩 肯定羡慕的经济奇迹的背后 付出的是庞大沉重的环境的 一个污染的成本 以及人们在一方面口袋赚到的钱 却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所以从这个刚刚提到了 07年的时候 在厦门当时就有一个 厦门市民他们反对 用PX厂的这个兴建 那么当时他们用的一个手法 就是用BB Code BB Code的一个互相 因为大陆政府对于这个群众上街头 目前来讲的话都还是比较禁止的 所以他们是用BB Code互相传讯息 然后相约某一天 某一个时间点到街上去散布 用散布的方式 虽然不是集会游行 好 那我想 我看到这个宁波的这个PX厂的这个事情 的确给我们增加很多的一个感触跟联想 因为五年前的PX厂在厦门 党史PX厂是谁要兴建呢 是陈友好 是一个台商 东地式的陈友好 是由他投资的 那陈友好他在台湾因为发生债务的问题 所谓的被掏空 所以跑到大陆去就不回来 他到现在还是台湾十大通气要犯 可是在大陆呢 他对大陆石化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可是他也挡不了 环保的一个抬头之后的这个民众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后来呢 下面市政府就退让了 把PX厂搬到这个福建其他地方 到漳州去了 那这次宁波我想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说明了就是说中国的这种 这个中国大陆的民众的环保意识 那么他的一个抬头跟成长 他已经随着这个时间的关系 他往不同的面向去 慢慢形成一种普遍性的社会认知 那我觉得谈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确很有感触 因为这两天刚好是台湾环保联盟 成立25周年 那台湾的环保运动 也大概就是在25年30年前的时候 从反杜邦 包括反六清 还有等等等好多样 那么逐渐累积形成了一个共识 到现在你可以讲说 环平的问题在台湾 已经变成了甚至被某些 主张经济建设的人 认为是一个阻碍了经济发展的 一个绊脚石 已经有到 有人认为已经是矫枉过正 但不管怎么说 点点滴滴的累积 让环保运动在台湾 有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 这个意识 全民的共识 那么现在大陆开始进入到台湾 环保运动初期阶段的一个情况 不过我觉得目前大陆的 这个环保运动 跟当年台湾的环保运动发展 有两个比较差别的地方 其实是同一件事 但有个差别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 大陆现在环保运动 它还是面临到一个 所谓的主流媒体的 这个封锁的问题 因为大陆的像以这次宁波来讲 宁波日报作为宁波市的 一个主要代表 它并没有反映到民众的心声 它更多的是转达官方的立场 所以在前天的这个宁波市民的游行当中 他们就到报社那边就比出宗旨来抗议 台湾不一样 台湾在当年的这个环保运动的过程中 是得到比较多主流媒体的一个支持的 那么这当然也跟台湾媒体相对 很早就民营化 台湾媒体相对来讲是比较自由 这个有关系 不过呢我们也看到大陆现在的环保 又比当年台湾的环保的运动的初期 增加更多的一个资讯流通的力气 有网路 有手机 有这个脸书 有各种 微博等等 那么有非常多的大陆名人 他们现在也 算是用力 善用这些工具 那么能够来跟民众沟通 表达立场等等 而且引起很大的一个讨论 所以我个人来看的话 大陆环保的一个这个 这个意识的提升 那么这是必然的 这是必然的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对外面企业的经营 包括台湾在内 它都有可能是一个新的 要去面临的 克服的一个问题 不过大陆的这个环保的抗议行动 可能跟台湾二十几年前不太一样 台湾可能都是丢石头丢鸡蛋 但是对于大陆民众 他们或许只是散散步 就是比较温和的方式 其实也还是有丢石头丢鸡蛋的 只是说呢 他可能会立刻会遭到 被以报名的方式来 这个就派出这个武警 派出公安出来处理 那事实上也不只是这一件 因为环保的问题 大概是现在大陆发生 群众事件的第二多的适应 第一个多的是 这个我强制裁建的一个情况 那不管怎么说 事实上我们也都 我想包括大陆也未来越多人都理解到 这个经济发展的目的 是为了增进人民生活的品质跟幸福 而人民生活的品质跟人民幸福的一个来源 干净的环境绝对是最优先的 我们不能想象 一个人口袋都是钱 可是他呼吸的空气 他喝的水都是不健康的 这样的话 他怎么可能是一个好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所以我想大陆环境意识的抬头 这个我们应该要乐见其成 好 当时为什么这个人民不相信 这个环平的报告结果 我们看到英国的BBC中文网就报导说 大陆目前的环平是多流于涂脂抹粉的 那么德国有位工程博士就表示了 大陆工程上马前都有一个 看似好像很科学的环平的报告 结果不是力大于弊 就是对环境根本没有影响 所以大陆民众根本对环平报告 没有信心 这个的确是 这个我想就是说 大陆整个的公共政策的决策透明度 那么不够完整 坦白说 在台湾即使我们的环平 已经这么多的参与揭露 大家是不是还真的那么的 给了公信力 恐怕也还有争议 对不对 有时候常常是 看你是赞成还反对的 你就选择性的给他公信力 那这大陆的问题是 更严重的是 因为他的所有环平报告 他并没有建立一个 跟公众跟社运团体 对话的这样的一个透明的机制 也包括参与在里头 如果说你找了这个 所谓的环平的委员跟专家 是不透明的 不透露的 那么你不把这个 反对的声音带进去 你的结果出来 也只有公布一个 你想要做的结果 但是过程根据是什么 都没有的话 它的确不太容易引起大家 尤其现在大陆 尽管说要调结构 要转增长 那么可是有非常多的 这个地方的领导人 还是很迷信 这个GDP的成长 那么就认为说 经济的往上提升 是优先于一切 即使要付出 环境的代价 也在所不惜 那如果是思维 没有改变的话 那么他在环平报告 坐手脚 这个掺一些沙子 来有利于他这个通过 因为现在大家都讲究要环平 他程序给他完成 但实质上 还是要暗度陈昌 来掩护一个 污染严重的这个建设案 过去的话 那么这民众 当然就没有信心 对于台商也好 或是说对在这个大陆 建厂的人来说 这些企业来讲 未来是不是要有心理准备 成本 营运的成本必须要提高 对于因为这个环保的 这个意识抬头的部分 所以必须投入 更多的营运成本 我想我们前面有讲到 就是说当年台商 30年前到大陆去 很多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它已经没有办法适应 台湾对环境的一个要求了 这个污染已经无法容忍 那当然大陆才刚刚发展阶段 所以那个时候它有就好 所以一切都不讲究 但是大陆现在也来到了 我们刚讲当年台湾离开 台商离开台湾的 一样的环境了 所以呢 只有两条路 要么你就关门 你就把那里原 如果你没办法做升级 没办法做调整的话 那就只有关门一图 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还想继续在当地来发展的话 你必须要投入到 你的生产流程当中 对于环保的该有的这样的一个 减少污染 减少废水 减少空气的排放 这一些的该有的这个投入 大概是省不了了 你所有的生产的成本的评估 这一环一定要放进去 好 今天非常谢谢市长来到节目当中 为我们做详细的点评 谢谢